那這個呢 部分是找圖的部分 其實我們在找圖 其實您可以試試看 加上PNG或SVG這樣的關鍵字 因為PNG它具有透明的Alpha Channel 那麼SVG呢 是HTML以後標準的向量格式 那當然這個也可以在ElaTree裡面去使用 因為其實我們視傳應該 老師也有同學他們常常會有一些就是素材的需求 素材需要 那你從這邊像你只要找到有這種 那就是去背好了 你就不用再做去背了 你只要關鍵字後面加上SVG或者是PNG就可以 所以您可以稍微嘗試看看 比如說我進到這邊Google的找圖 就直接再加一個PNG 這樣您找到的 比如點進來 只要看到它這個 等它這裡跑完 等它這裡跑完 有沒有 這個就去背好的 所以這樣子您直接存下來 就不用再做去背 就快很多 當然如果說您要再特別留意一下說 它的那個什麼 圖檔的大小的話 像它這個是800x800嘛 你可以從這邊點進去 就可以找到更大尺寸的 好 如果您比較擔心 你再倒帶一下嗎 當然可以 隨時倒帶 這裡 您剛剛講說 這裡 它這裡有顯示這張圖檔 所以可以從這裡按下去 這裡按下去 它就會以這張圖去找 通通都是這張圖 可是您可以看到有沒有發現不一樣尺寸的 那 因為有時候我們要印刷嘛 所以當然我們要找比較大尺寸的 對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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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實我們剛剛有考一題 行道數對不對 其實那個 事實上我會多講一個東西 就是在這裡 您看這邊 比如說我們看那個行道數 行道數這裡 這一題 第四題是什麼 哦 這個常見 常見 比如說它就不知道哪一個對不對 所以我就會教同學一個 按右鍵 因為Google有一個很好用的工程 叫以圖找圖 你看直接在這邊有沒有 用Google找這張圖 你看點過去 跟我們剛剛這一個會有一點不一樣 拿過來齁 你看這一個 有沒有發現這個上面有這裡 有沒有 我們一般都是打關鍵字嘛 可是那個 萬一我就不知道這個關鍵字是什麼 我就用圖片找圖片 所以它就可以 從圖片去找到什麼相關的內容 所以這叫以圖找圖 那麼 其實除了這裡 這種方式 圖片已經在網頁上了 如果您的圖片 是什麼 是放在自己電腦裡面的 也可以這樣用 可以這樣用嗎 也可以這樣用 比如說這一張 假設我點這一張進來 好 我找這個 假設這一張 我在網路上 我沒有 可是可能我有拍到這一張 所以老師應該有聽過那個叫什麼 叫人肉搜索 哈哈 就像這樣的概念 所以我找到這一張之後 您可以在Google的這個圖片的功能這裡 圖片功能這邊 你看找到哪 你可以按按著丟進來 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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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這樣丟進來 也就是說 這張圖片可能是我自己有 可是網路上我沒有看過啊 那我就用這張圖 從自己的電腦拖上去 這樣就可以叫以圖找圖 這樣也可以 就是可以再包袋一次 沒有問題 但是一個很重要的 其實老師用這種方式可以找那個同學的 抄襲 對 所以他的作品裡面有沒有 可能是別人的東西 也可以 那重點是 老師你要用的時候要注意一下 必須要進到圖片的功能 你不能再搜尋這裡 一定要進到這個圖片 對這個 這個圖片這個功能 點進來 有沒有 如果是在這邊 您把您的那一張圖片 先看到可視範圍把它丟進來就好 這樣 這樣他就幫你傳上去 這邊他跑 這樣 丟過來有沒有 真的要以圖找圖 他就開始幫你傳上去 所以我們可以從圖片裡面 可以找到什麼 他相關的網頁 相關網頁我們就可以找到更多 這個是叫做以圖照圖 所以 我通常考同學這題的時候 我就會順便教他這個 那這樣其實他就學到更多 哎呀 這就還蠻不錯的一個功能 給老師做個參考 因為像這裡 其實這裡也可以這樣 你找到的結果也可以這樣丟上來 只是平常大家比較少這樣用而已 比如說你看我如果找到這一張 找到這個可愛的 那我就把這一張我想要找 既然找到這一種的 我就想要找跟他 雷同的 我就按這樣 以圖照圖就找他的 這樣也可以 這個是你搜尋結果裡面去把那個 結果丟上去 所以我就可以找到相關的網頁內容 他可能來自哪裡 那很多小配方都不知道 啊我都是 上這種 哈哈哈哈 小配方 對 好所以其實蠻好玩的 就是我們在找東西的時候 可以透過這種方式去 去得到一些 好